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国内与大家面对面的进行此次专项交流 但是因为目前的全球疫情的特殊情况 我们只能改为线上的形式 通过今天的线上论坛 我们会对该项新的技术进行一个介绍 并针对大家的提问进行解答 在整个会议期间 大家可以通过Zoom软件上面 界面上面的问答功能进行提问 写中文或者英文都可以 我们在会议的最后部分会对问题进行解答 因为今天参会的人数比较多 我们可能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 回答大家全部的问题 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们会根据您注册的时候对他的信息进行后续的跟踪和进一步的交流 同时您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来做更进一步的讨论 叫next slides please 因为全球时差的问题 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对任何市区都比较方便的时间来举办在线论坛 因此实际上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我们已经先举办了一场针对欧美市场的call flow的在线论坛 当时的话有来自于20多个国家的大概400多人参会 参会人员的话也是来自于多个不同的行业 其中包括航空航天、能源、汽车、电子通讯等等 因为中国是我们TWI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 所以我们在今天也专门举办这次针对咱们国内的专项会议 然后的话今天的话我们租车人数也是超过了100人 然后同时的话这个人员也是来自于各行各业 也包括了航空航天、能源、汽车、通讯、石油天然气等等行业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今天论坛的主讲人员 首先是施公器博士 施博士是TWI副总裁 主管TWI全球工业会员业务 同时也是我们资深的材料工程与焊接技术专家 Steve Doss博士是我们TWI摩擦工艺部门的负责人 Jell Gunge博士是我们摩擦工艺部门的专家工程师 是今天主题上这个Coreflow技术的主要发明者 另外我叫徐磊是TWI中国市场经理 同时也是电湖焊接与增材制造的工程师 另外还有Stacy Cowlen是TWI的市场部门的工作人员 他负责这次在线论坛的英国方面的组织与安排 以上人员都是来自于TWI英国总部 我们目前也按照政府要求是在家工作的 同时还有来自于TWI北京办公室的两位业务经理 吴坚与孙珊珊 这次论坛的国内部分的组织与安排就是由他们完成的 这里也对他们表示感谢 Gell, next slide please 这样我们今天的安排首先就是请施工期博士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TWI 然后的话是由Gell Gundry博士给大家进行Coreflow相关的详细的技术介绍 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开始就是请施工期博士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TWI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首先呢我代表TWI欢迎各位专家和朋友参加今天的这个Coreflow 搅拌盲成汗新技术的推荐会 同时呢由于过去呢各位朋友专家和客户呢对TWI业务的支持呢 表示衷心的感谢 那么TWI呢它是专门从事专业的材料汉阶技术连接研究 就这么一个专专业的研究所 专业务主要包括这个各种连接技术测试技术检测技术 另外我们做一些培训 工作的终止从最开始这个以创新研发为主 为企业呢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 TWI我们总部呢是在英国的可能好多朋友都来过这个这里 总部在英国建桥 另外在英国呢我们有另外的四个分部 在南乌尔寺这个地方呢有英国国家无尊检测技术研发中心 在靠近北边就是谢弗尔德这个地方呢 有一较特种角毛浸汗和激光三级打印为主这么一个研发中心 另外再往北一点就在这个 美德尔寺堡这个地方呢有我们新能源和水下汉阶 研发培训为主这么研发中心 另外在北部呢阿波丁这个地方呢主要是我们有一个无尊检测 我汉阶就是培训为主这么一个培训中心 这是英国我们在 英国本土的就分布情况 next one please 那么也谢谢各位的支持 TWI业务在国内的发展非常快 我记得大概十几年以前开始我们由一家会员开始 现在目前呢我们有四十多家会员 而且发展非常非常快 非常感谢各位呢 业务的支持 TWI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呢 有机会呢 支持大家在生产制造工程里技术问题 也为大家的提供这个技术服务 next one please 那么TWI回顾TWI历史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从事汉阶都知道 主要是以研发汉阶创新为主的 在5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 TWI首先呢 在过去的倡导研究了这个 滑汉和激光加工为主的好多技术 另外首先开拓了这个断裂评估技术 那70年代后期呢 在开发了这个以缺陷评估技术 或长城的这个无存检测技术等等 在90年代后期呢 大家知道比较有名的 这脚膜创新汉 是在91年 由TWI发明的 在此外呢 还有很多技术 比如像这个电子树的毛化 还有等等技术 也是TWI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 发明了一些技术 那么这个发明创造过程呢 一直没有停到近代呢 特别是2011年以后 过去十几年呢 又在国际上率先呢 开发了这个 各种的全自动公正疲劳测试技术 或一些全自动的无存检测技术 那么最近几年呢 我们又一些新的一些突破 发明了一些新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在这个符合材料结构表面的 一些数据传输技术等等 那么现在目前 今天讲的这个Coreflow 叫毛泽海技术呢 也是这个创新过程中的一个 但是能够全新的一个技术 好, next one please 好,下面我把世界交给我们这个技术专家 与他们来介绍 希望大家今天能够都有收获 好,谢谢大家 谢谢士博士 Gel, I think I have passed this to you now Gel, I think I have passed this to you now Gel, I believe it's Steve now Gel, it's Steve, okay Gel, thank you very much Gel, thank you Steve Gel, thank you everybody for attending this this is a presentation from the friction welding team at TWI and I'm lucky enough to lead that team over in Cambridge and we have a range of very high technology products sorry, processes for making very high quality products the team that I run is world renowned for being leaders in our field we're renowned for the highest quality that is possible we only really start with the highest quality we have a very broad and deep depth of knowledge available to us and a lot of experience from the team and a lot of our experienced members of staff who've gone through the technical team and now also towards the top of the company in directorship and in management positions 这一页的话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整个TWI的这个摩擦焊接 或者是材料处理工业的这个团队 这个团队的话是由 Steve Dawes 博士来领导的 这个团队的话也就是90年代初 发明了搅拌摩擦焊 这个技术的团队 然后这个技术团队的话 从这个工艺开发本身 相关的材料开发 以及相关的这个焊接技术 做出来的焊接的一些技术评估 以及一些工业应用上面 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工业应用经验的 we have a broad range of technologies available which there are far too many really to try and put onto a couple of slides so I thought instead it would be best to show some of the advanced products that our technologies have enabled 然后整体上的话 团队其实在近二三十年内 其实做了很多这个比较 新型的这个技术的开发 跟这个搅拌 跟这个摩擦焊相关的这个 这个技术 然后这里有几张照片 就是一些很典型的一些 工业应用化了之后的一些例子 the core flow technology as we will learn shortly is a derivative or a version of friction stir welding which was a technology which TWI invented and industrialized what we're hoping today is that people understand that core flow can be developed along the same route with the same momentum and we really want people to start to wonder and start to think what could core flow mean for your company and your products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thank you steve 那就是整体上的话 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core flow 就是它实际上就是TWI发明的这个很著名的搅拌摩擦焊 延伸出来的一个新型的技术 然后搅拌摩擦焊的话 各位也是比较熟悉的 它已经用在这个铁路运输 航空航天甚至这个电子消费品 以及这个航天 以及还有汽车行业里面 已经是广泛应用的 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是希望通过接下来对 core flow 这个技术详细的介绍 能让大家对这个新的技术有一定的了解 同时的话也希望帮助大家开拓一下思维 就是说把这个新的技术 把它的优点应用在一些现有产品上 或者将来这个产品上面 不光是从技术上面 同时的话也是从经济上面 甚至是从这个环境保护上面 OK 加油 然后好 然后在我们开始这个比较正式的 这个 core flow 的这个详细介绍之前 这里有一点就是我再重复一下 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提问方式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Zoom软件这个界面上的这个 问答功能来进行这个提问 然后写中文或者英文都可以 我们在会议的最后部分 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请 叫刚者博士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整个这个 core flow 的这个背景 以及这个目前的这个应用的一些方向 OK 加油 这里给大家道歉一下 因为我们是按照英国政府的规定 我们都是分别在家工作 我们不能在一起工作 所以我们不是在一个会议室里面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 这个这个每个报告之间的这个衔接上面 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延迟 请大家见谅 Thank you Laye Good afternoon Nihao Xia Wu Hao A warm welcome to everyone in our virtual audience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join us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这个 在线论餐 And it is a pleasure to share our technology and plans for the future with all of you 我们很荣幸给大家介绍这个新的技术品 并且跟大家探讨这个技术将来的这个技术应用 So today's presentation is going to be divided into four main parts So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the technology works How mature it is in its development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s that we're developing at the moment And also what are summarized What are the main benefits that this new manufacturing process brings So今天的话就是刚浙博士的主要的这个 介绍的这个报告内容是分成了四大块 第一大块的话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个CALFLOW这个技术 它的工作原理 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技术的成熟度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应用范围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总结一下这个技术总体上对工业应用上面的一些 主要的这些优点或者是优势 Okay John So as some of you might not be familiar with this field of processes We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start with the parent process Friction-stir welding There are some of our partners 还有一些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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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的一些这个客户的话 可能之前也听说过这个技术 但是的话今天人比较多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技术 所以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技术的背景和原理 So this process works it's a solid state friction-based technology and it works by plunging a rotating tool into the materials you wish to join And that tool will impose plastic deformation into the material and it's that state that allows us to create a solid state forged joint as the tool moves along the path to weld So many of these Well since it's invention and over 20 years ago several new process variants have been invented Many of them were pioneered at TWI and core flow is really another variant So a new technology that was born from friction-stir welding But instead of being a joining technique it is really a subsurface machining technology 这个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整个技术实际上就是从传统的搅拌摩擦汗上面延伸出来的 大家也知道在近20年这个摩擦汗的发展历程中的话 有很多很多搅拌摩擦汗相关的一些延伸出来的一些其他技术 然后的话这些就是绝大部分都是跟焊接相关的 但是这个技术的话虽然原理跟它很像但是实际上的话它不是一个焊接结构 它是一个就是这种表面下的空枪结构加工的一个技术 OK 这样 So to establish a point of start of a family of processes where core flow could be applied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of using friction-stir welding is the manufacturing of heat exchangers or thermal management devices 整个这个技术发展这个背景实际上是被工业应用上面来带动的 其实早期的话这个空枪加工技术它的这个想法是来自于 就是早期一直在用搅拌摩擦汗来对一些这种冷却设备 就是一些冷板或者冷却设备进行加工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这个新技术上面的想法 So you typically start by having a two-step operation where you obtain the box or the main housing of the device using casting machining from solid or by using extruded parts and you because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mponent can't be met by that process alone you have to weld other components onto that structure typically a lid so that you can find the network of cooling away from the environment 然后的话这个整个这个页面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典型的 传统的一个冷却设备或者一个冷板相关的一个设备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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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制造过程 然后的话它本身的话它就是使用这一些 这一些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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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铸造或者挤压成型的材料 然后的话它下面有一个这个这个设备本身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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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机身一样的东西然后的话它在上面的话再盖上一块板 然后这个板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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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件本身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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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框 这个轮廓连接的技术的话就是用搅拌磨砂焊把它给直接焊接上去 这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制造方法 这是在这个长期就是给 这个相关的这种就是这种热管理行业相关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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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上面做开发的时候 我们经常发现的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在做这些研发项目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对这些零件进行机加工然后机加工之后再使用搅拌摩擦 把它给焊起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用的同样一台这个设备 因此我们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用同样一台设备 其实就是在减少工序的情况之下 把这个冷却的这个流道或者空腔给做出来 OK Carolyn? ipr And this is the concept that we invented and so very much very much like infriction stairwell in you said you still have some similarities in the tool you use so you have rotating probe that is plunged into the material and that probe has two main purposes so it will generate a physical plastic nugget of material that's flowing around the tool but it also rotates in a way that you transport 然后在这个页面的话就给大家就介绍一下实际上这个技术的工作原理 它基本上前面咱们也不停地提到 它整个的话就是跟搅拌摩擦汗是十分类似的 然后的话大家在右边的这个原理图这里就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整个的话是做了两个动作 一个的话就是对这个材料进行搅拌 然后同时它还把一部分材料在可控制的这个情况之下 从这个材料的这个中心部分把它给排除出去 然后因此的话就这样的话就是实现了一些这种流道 或者是空枪这个结构 然后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整个这个实际图上面的 这个黄色的这种这种就是相当于传统这个汉凤区域 这个区域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这种素性变形的这个情况的 然后的话就是这里面设计到就是把材料排除 同时的话它要实现一个就是在这个这个这个搅拌头 移动了过后在它的后面实现了一个这个 这个重新的这个密封和这个固定的一个一个功能 所以这个是这个确实已经被注册了专利 然后的话给大家更形象地介绍一下这个工作的话 我们这里有一个录像 这就是一个搅拌头在进行对一个6000层约合金的一个夹攻 so here we can see the probe penetrating into the material and as soon as we start that fiscal plastic deformation the tool movement allows us to subtract part of that material to create this channel while forming a ceiling that's leak proof on the surface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搅拌头进入的材料之后 然后材料被排出来了你看边上有一个像像一根丝一样的材料被排出出来 然后的话同时搅拌头也在做一个就是对这个表面进行密封的一个工作 so here we can see a general view of the sample once it's done and if you imagine a potential application so a plate like that could be used for thermal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s for instance so you would have the substrate for assembly but also the thermal management device in the same platform 那这里的话就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流到加工了之后 它可以实现一个就是冷板的一个功能 and if you circulate if those electrical elements heat up which they will do due to their function if you circulate water you can dissipate that heat and there are a number of applications that use these types of electronic devices and thermal management and this is what we will talk about later in the presentation some examples 所以刚才的话就是等于就是一个应用的例子就是说用这个这个技术来加工 这些铝合金的冷板然后来实现对一些这个发热的电子元件的一些冷却 然后的话相关的行业其实刚才大家也看到有能源行业啊还有这个通讯设施行业 以及甚至这个恒光电行业其实行业都在用这样的技术然后的话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话 也会对刚才那个例子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同时的话这项技术也不光可以用在这个领域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不同的应用 所以就这样子有所讲解释的可能性有的问题是我们会画到这里的 所以一个的那是这个功能是这个功能 因为你现在有机会有的可能性有的 方式的对应用选择的有其他方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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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所以我们总体如果你们需要很确定这种方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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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那么粘亦是有其他方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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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你会用到套用去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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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系 dice and our technology allows you to create different cooling channels using the same system so you only need to work with the raw plate material. So because you now have the ability of putting channels into structures, you basically don't need to use external components anymore to achieve thermal management. So typically, people have to attach pipes or braze sheets onto components so that you have a cooling network. And in our case, we are off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incorporating those networks inside the structures. So you have the ability of simplifying the design and reducing the part count by making some components more complex. 嗯,有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这个热管理或者冷却设备或者是零件它上面同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光有主要的这个冷却区域 同时的话的上面还有很多相关的这一些负责流体流动的这一些管道,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板材或者其他的一些,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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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助的一些一些零件,但是的话用这个까ful的技术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些冷气的流道或者空腔直接集成在你现有的一些构建或者是产品上面 这样的话可以大大减少整个冷气系统的复杂性 So if you simplify your design, you have a greater chance of simplifying your manufacturing route and basically the savings, most of the savings will come from that So from the ability to reduce the components, increase the performance of a particular device and also simplifying the way you make them by having less operations to achieve a fabrication 然后的话刚才也提到了整体上的话就是说 把这个流道或者空腔集成在一些零件本身或者产品本身上面的话 你整个的话整个设计整个设备会简单了很多 这个产品这个本身会简单了很多 这样的话同时也带来就是你这个产品本身在服役期间的这个使用啊设置啊 或者是一些后期的维修啊或者是维护啊 其实整个成本也都降下来了 因为整个的过程会相对比较简单 So moving on to how mature the technology is 然后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给大家介绍第二的部分 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技术它的到底这个成熟度到底有多高 So here we will show you some examples of the early work that allowed to prove the feasibility and gather the data to develop the technology to the stage we are today 这里的话就是有一个例子告诉大家就是比如说针对一个这种可行性的一些 一些试验或者是一些研究我们一开始是怎么做的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最开始使用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设备 So here we can see the machine where most of the trials were perform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work So it's a friction stir weld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chine we have in Cambridge And it's a very flexible machine so it allowed us to test different tooling concepts for the initial core flow concept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页面上面左上角这张照片 这一台这个龙门的这个搅拌摩擦焊设备 这个设备其实也是也是很早期的时候专门为这种搅拌摩擦焊 工业化的时候开发的较早的一台的这个龙门设备 所以说你看这个 core flow这个技术本身的话实际上就是依托于 传统的搅拌摩擦焊技术 所以说我们用的这个设备其实也就是一台标准的搅拌摩擦焊设备 Okay so there is we understand that dissemination of the technology in industry will only be possible if this if core flow is a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hat can be used on more common types of equipment so we're now developing equipment tooling solutions to perform core flow using robotic arms and also CNC milling machines standard CNC milling machines so this is an example of one we have also in Cambridge which is a made by a we a a taiwanese manufacturer that's also a member of twi and we're now developing tooling systems to to transport core flow to different um ways of um money for well to to deploy the technology 嗯就是总体上讲的话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左边这个照片的话就是一开始我们用这个最最基础的一些研究 或者一个实验室级别的一些研究的这个这个使用的作备 但是就如同我们TWI其他的一些技术一样我们开发出来的新技术主要的目的是工业化 所以说的话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工业界来用这个技术然后我们就把它用比较工业化的手段来验 比如说右边这两张照片的话就是例子这上面一个的话就是工业上面用的这种多轴或者六轴机器人 然后的话右下角的话就是我们用同样的技术在这个这种疏控车床的这个 疏控机床的这个这个这个平台上面来实现 所以说就是把工业界里面用的最常用的这个两种现有的这种设备形式上面都进行了都对这个技术进行了验证 OK 教肯 So here we can see some examples of the earlier work. So we were asked by our member companies to to start working on 6000 series aluminum. So here we can see a plate that's 15 millimeters thick and we can also see the tool the early tooling systems that we used to produce channels and in this corner we can see different cross sections of channels produced using different parameters of rotation speed travel speed but also pro geometry 然后的话这个页面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说这是我们给一个应用开发的这个相关的技术 这个这个应用的这个产品本身的话是一个15毫米厚的6000序列比方家的一个冷板 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些这个样件的这个照片 同时的话也有这个搅拌头的这个设计的一个图示 这个整个这个技术的话它的真正的比较合身的这个技术参数的话 主要就是旋转速度 还有这个这个焊接速度或者是这个加工速度 就移动速度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整个搅拌头的这个设计 OK 教肯 So here we can see an example of a channel produced using nominal conditions and on the top we can see a 3D model of a straight channel obtained by x-ray computer tomography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你看最上面这个移动的录像实际就是一个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流道在6000系列流合金上面做了一个流道的上面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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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损检这个这种这种这种 X光CT检测的一个结果你会看到整个的这个流道的这个形状都被这个技术给探测出来 然后给验证出来 and it's um so here on the right upper left the right upper corner we can see a video of the channel as if we were driving through the channel so we can see the bottom and the advancing side of the channel are very consistent and the ceiling and the retreating side as well are becoming maintain we do see some roughness of the surface and that's something we we measured and have information later in the slides 然后大家在这个刚才这个录像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X光这个CT在做这个切片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横截面它这个形状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一个稳定性和一个这个变化程度 你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这个底部或者是侧面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的话上面密封这个部分的话是多少会有一些波动的 这也是为什么待会儿回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主要在这一块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形状控制上面做的一些工作 so basically in terms of microstructure for the people that are interested in that in our audience you tend to find the same regions as you as you were going to see if you were friction stir welding these materials so you tend to the ceiling of the channel was the where the materials suffer more deformation so you tend to find that the material the parent material is completely replaced by a fine grain structure and you can see how close or how limited the effect of heat is where the material is cut because less heat is released and essentially it's more of a material extraction so the black the black area we see here is the void and the gray out areas around it are the various microstructural regions so the ceiling but also the heat affected zone and thermomechanically affected zone so very similar to what you would see in friction stir welding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的这个截面图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流道 然后上面它这个密封部分的这个材料的这个图片 然后的话它这个实际上如果你假设一下 它上面的这个密封部分实际上是一个通过搅拌摩擦焊 单独焊接上去的一个顶板的话 其实那个顶板那个部分也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变形 或者甚至有表面的一些影响 然后目前的话用这个技术的话就是你在实现的这个密封和流道实现的这个情况之下 你这个密封的部分就相当于传统机上的这个顶板 实际上是有一个精力比较细化的一个比较好质量的一个密封材料 所以在这个内 jeżeli主意,我们应该是有的 刘病烤紫奋和流道炎的 the Most relevant surfaces so the external or the top surface wewe have on the top of the plate so that presents typically a an r a of one micro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make machin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same for the base of the channel so the bottom of the channel also present an r a of one micron so that's consistent with what you will achieve by a million the roughness of the ceiling the advancing side and the retreating side so they are rougher so in the in the in the order of 20 microns they are a bit rougher and compared to what you would achieve with machining but roughness is not a bad thing necessarily because there are components that are textured to induce turbulence into the coolant because that enhances dissipation of the heat into the into the fluid 然后的话就是说就这个这个表面粗糙度这一块来讲的话这里面是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的话就是这个密封的这个这个这个顶部的这个密封位置 它外表面的这个粗糙程度也就相当于一个很类似于一个 一个传统的一个脚外摩擦罕见的这个这个外表面然后的话 它的这个粗糙度这个RE的这个情况的话是可以达到1.04微米 然后就内部表面的粗糙度情况来讲的话这个底部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过程是没有这个对底部造成很大的影响的 它也可以达到了1.27个这个微米 然后的话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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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部内表面啊 还有就是侧面的话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介于18.61到25.49 这些数据其实来自于就是目前这个给大家看的这个比较基础研究的这个例子上面的这个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并不代表就是说它最终可以达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对于是中文一样的 所以所以说从专家们的蒋起情节省上 YETEXXANGERS 它起来是我们的目的目的目标是 绝細的关系的重量 到处于那个功能 因为那規格就是因为那种 公园的这个面格和那种 就是这样的 如果它能够做成功能 就从那种小货带来拿出来 它能够成一个改型的 货带来拿来 就是直接你需要微业的 进入组的 所以 这个 其实 while the most of our experimental work now is not necessarily to prove whether it's feasible or aluminium, it's more to see how repeatable and consistent we can get so that we can offer it as a technical solution. So in terms of other types of testing, performance-related testing, we have undertaken leak testing using helium, which shows that the components with the channels are leak-proof. And we also perform pressurization tests. And we use the system that allowed us to go up to 9 bar without a burst. So the components didn't burst at that pressure. And 9 bar is representative of most liquid-cooled heat sinks in the market. So they typically operate between 2 and 3 bars, for instance. And then, the effect of the chemical of the chemical-cooled heat sink, and the effect of the chemical-cooled heat sink is through the pressure-cooled heat to work through the pressure-cooled heat. 这个测试上是没有发生过任何指教的 so for other applications like hydraulic lines the pressures involved will be higher so at the moment we are now adjusting our experiments to actually allow to go into BERS testing so actually destroying the sample to see what the nominal and maximum pressure would be 然后在应用上面的话 特别是这些有液压的情况之下 它对着这个材料的抗压能力是要求很大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很大的工作 也是要进一步提升这个技术做出来的空枪 或是流到抗压的能力 so now moving on to demonstrator parts we've produced a proof of concept so a 6082T6 cool plate with a thickness of 10mm and we can we produce the serpentine path and here on the right hand side we can see the component being heated to 100 degrees and then circulation of fluid so that we show that we can thermally manage the plate from within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工业 一个一个新工业应用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块这个冷板 然后的话它是6000系统的铝合间 它的厚度的话是10毫米 然后这个是实际上在进行过这个 就是冷板功能的测试的 然后这里面的话 它是里面是100度的这个流体 然后它可以看到这个温度的一个记录 和一个变化 然后它是符合了客户的要求的 We have now also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d the technology for tubular and so curved surfaces so here we can see an example of a pipe with a diameter of 250 millimeters and we've produced several helix like channels and here on the right we can see the tomography imaging showing those successful serpentines on the wall section of the pipe so we can see the plane centered with the axis and it's rotating and it's showing the cross section of the pipe as it rotates 刚才的例子的话是一块平板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技术其实也是在这种 这种管状或者柱状的这个零件上面 或者机构上面也是实验成功的 这里有个例子的话就是我们在一个6000系列铝合金的铝管上面 进行这个流道的这个加工 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图片上面就是 就是利用这个COWFLOW这项技术加工出来的这种螺旋或者是螺纹形状的这种内部流道 so just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we have now proven the feasibility in common aluminum aluminum we've processed thicknesses from 5 to 50 millimeters the channel of air the area of the channels varied between 3 square millimeters and 25 square millimeters and we the maximum travel speed at the moment was 200 millimeters a minute but that is improving as we develop our experience so it's we're expanding on that every every month really so leak leak and pressure tests have passed we've produced on flat and tubular structures we also then linear curves and helical paths and we're now converting the tooling systems we have so that we can demonstrate the technology in common CNC milling machines and also robotic arms 所以的话就是对这个技术成熟度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 就是目前已经进行的针对工业应用研究的这个工作的话 这个目前的话这个主要的这个材料的话还是比较通用的这些铝合金材料 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材料的厚度的话是介于5毫米到50毫米 然后这个流到的这个横接面的面积的话是介于3平方毫米到25平方毫米 然后整个的这个加工速度是是大概是最高是大概是达到是200毫米每分钟 但是整个这个技术发展的很快 所以基本上是每个礼拜都会这些数据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就目前提出应用的客户提出这个要求的客户或者是合作伙伴 他们要求的这些泄漏或者是压力测试相关的要求是已经达到的 然后的话这个这个技术也成功用在就是说平板或者是管状的这个材料上面 然后的话这个流到本身的这个这个路径啊是有直线的也成功了 然后这个有弧线型的或者甚至像这种螺旋管螺纹形状的都是已经实现的 然后同时的话刚才简单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相关的技术 我们也用了这个工业机器人以及输控机架工中心的这一些平台也进行了演证 OK 叫 so in terms of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that places it places us at level four and so that means we've proven the the concept and validated in a lab environment making demonstrators in a lab environment and so as we want to move up the maturity scale into industry application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we now need to align ourselves with products and then most of the projects we have now are about that progression so going from concept to actually uh product and uh component representative uh demonstrators and demonstrators and projects so that we can prove the feasibility closer to the application 就是呃大家可以看右边的这个表的话就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这个呃所谓的TIL 就是所谓的这个技术成熟度呃这个这个表这个是美国航天局就是NASA呃在很多年前也定下来的像像这个欧美包括国内现在很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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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部门呢或者是工业开发的这一些呃这些呃这些团队都是用这个技术来定义这些新技术的发展情况的呃就目前而言目前而言的话呃 kow flow目前大概是达到了呃这个第四季也就是说在呃实验室环境之下呃用工业级别的这个设备也好材料也好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这一些呃这一些呃这一些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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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设计进行了一些验证 下一步的话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技术真正用在呃真正的这个呃工业产品上面所以说的话这一块我们也希望可以和各位有共同的合作把这个技术真正的给给给给工业化 呃这也是我们希望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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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会员单位的话是设备材料或者是甚至是这个产品最中的这个用户 所以我们希望在整个这个产业工业链的这个带动之下 大家一块合作把这个技术给真正的给工业化 然后真正的话把这个好处带给这个工业界 moving on to potential applications the possibilities are endless these are examples of thermal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only so there seems to be as you will know there seems to be a big demand for thermal management devices linked to the electrification of transport mostly in automotive 这里的话就是大家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说它整体这样的这个应用范围 其实的话因为这个技术比较新 整体上想硬把它定义出来一个应用的范围其实也很难 但是目前可以看到它的应用的范围特别特别的广 现在目前就是短期之内比较快速的应用到工业界的东西的话 主要的还都是跟热管理相关的这一些应用 在图片上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的话用热管理这一块的这个行业 其实也是十分多的 不光有传统的中工业还有就是这些消费者的消费者产品的一些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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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制造业 包括这个医疗行业都是在用这个技术 然后叫刚刚提到的话就是说像这个电子行业 就是说像这个电子行业 其实目前的话我们做的比较多的还都是中工行业的 中工业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这个应用 然后较刚刚提到的话就是说像这个电子行业 其实的话有很多很多这个电子设备啊 或者是这个通讯设备上面都需要这个很多这个冷却的设备的话 这一块也是我们想下一步大力发展的一个方向 another another hot topic seems to be aircraft thermal management so and that seems to be linked mainly with thermal management of engines but also anti-icing on flight control surfaces so incorporating channels into structural elements or casings so that we can thermally manage both wings or the engines to prevent anti-icing formation or have anti-icing capability 航空行业的话也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接就是我们收到了 比较多这个兴趣点的这个来源行业 然后比如说的话就有这个大型飞机发动机的这个 整个这个上面的热管理这个冷却的这个这个系统 还有包括这个飞机机上面的这种防冰霜的这种 这种热管理系统以及整个飞机在复翼期间的飞行期间 整体上的这个温度控制和热管理 so we're also looking at the of the wire extrusion aspect so if you've seen on the video we have the ability now to create these continuous continuous extruded wires of material and then it from speaking to our members it looks like that would be a really useful alloy development to where companies who are developing alloys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they struggle to get they have an easy time casting different chemistries but often it's very hard to go from those cast billets into a spool of wire that they can use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if you're using wire fed processes so what we have here is really a technique that allows us to create wire from cast billet and you can use that wire to do experimental additive manufacturing tests and then basically have data that allows you to go to a supplier and say that you have data that shows that it would be feasible to create this new alloy chemistry in wire form 就是刚才大家在这个整个call flow工艺那个展示的这个视频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从材料内部被掏出来的这个材料 实际上它是形成了一个金属丝的一个形状 然后的话这个金属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目前发现的就是有很多做这个增材制造 或者是专门为增材制造开发金属耗材的这些公司或者单位 对这一块特别有兴趣 因为这个行业里面他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很容易就是通过一些大型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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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件 来做一些这种特殊化学成分的金属 但是他想要大批量加工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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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丝的这种这种这种汉丝的情况之下 他是比较难的 然后为了这个这个他又想达到这样的他想要的这种特殊的这个化学成分 然后又在这个数量和这个生产时间上面 达到这个用户的要求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的话这个call flow技术实际上这个副产品啊 实际上就是引起了整个政材制造行业的这个这个兴趣 因为他这个技术可以很灵活很快速 并且小批量的定制出来一些这样的这个这个这个这种特殊的金属丝或者是焊丝 然后的话他不光好处在于他整个出来的这个尽量是比较稳定 并且是里面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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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是比较致密的 然后同时的话你根据这个整个call flow在这个材料出来这个地方的这个 留到的这个设计啊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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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状也是可以个性化的也是可以定制化的 so so if you're if you're interested in this technology I imagine you have a lot of ideas for potential uses so the typical flow of activities would be you get in contact with us and share a bit more about what you want to do and what products you're working on we will do an assessment of the materials you're using and als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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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pro the key performance variance of your product of your component as well and then we would design a program of work to see what is the gap in knowledge from where we are to where you need to go and and test experiments and develop programs of work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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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 that technology towards and that would also go and and involve quantifying efficiencies and productivity so seeing how it compares in terms of cost to current ways of making them and we will also be able to provide advice on what design tools you would need so how to design tools and where to acquire them and also what type of equipment so whether you want to use existing pieces of equipment that we need to assess and see if they're suitable or advise on expansions or upgrades um if needed 嗯嗯就是说的话整个这个就call flow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个比较新的一个技术 然后的话如果您对这个call flow这个技术感兴趣的话它是个新对你来说 这个新技术然后同时的话你可能想用它在你现有的产品上面或者是更多的可能是一些 新产品的设计上面来用这个技术然后呃因为这个技术本身也比较新如果说您对这个技术感兴趣 并且呃需要我们协助您来来探讨这个技术和这个引进这个技术的话呃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比如说您第一步的话可以先把您感兴趣的材料或者是您的目标的这个这个这个应用呃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给您这个相关的建议看这个技术适不适合您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就是您的这个需求 来进行一些这个初步的验证呃工业化的验证呃然后同时的话呃也可以做全尺寸的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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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 然后同时的话呃也可以把相关的这个制造方面的这些成本呃或者效率啊或者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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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相关的一些这个跟设备相关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是可以给您建议给您协助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过呃其实目前主要做这个技术的这个设备实际上还就是以呃 呃搅拌摩擦焊呃呃技术这个这个这个设备本身为为基础的所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就是说整个这个工艺开发出来之后我们再帮您去看看您的设备呃是不是呃适合来做这项呃 呃技术或者就是说需要做哪一些改动哪些灵活的改动来让这个设备来适合用这个比较新的技术 嗯 嗯 诺 词 and you can consolidate the design if you merge and basically incorporate several several functions into the same component if you simplify your design you have a big chance of simplifying the way you make it and all of those things combine really translating to savings at the end so savings by simplifying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route and having more flexibility and component manufacturing overall from the design to actually to the processes 这个的话就是在总在最后再总结一下就是这个Coffflow这个新技术它主要的这个优点然后刚才也提到了它第一大优点的话就是让你整个这个产品设计产品生产以及这个生产期间的一些管理相对来说比较比较灵活你不需要像传统意义上你还需要这个机加工的设备和这个焊接设备这样的话现在一套设备可以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流道加工和密封的工作 给做完然后的话它第二个好处的话就是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好处在一起的话它就是说让你的整个的这个产品或者这个设计比较紧凑比较简单这样的话你的整个这个然后然后因此也造成了最后一个的这个好处就是说你整个的这个生产的周期还有生产的这个困难度还有都会降低让整个生产效率也会上来然后也会省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这个机加工上面浪费的一些材料以及焊接上面的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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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的损耗等等 所以整体上来达到达到一个生产效率提高同时降低成本的一个好处 所以就说就说就 show an example of a product how it could how it is currently made and how it could be made using coreflow and it this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liquid cooled heat sink plate so with measuring about 150 millimeters by 130 and currently this component was comprised two parts so a main a main plate in the lid and and you would have to acquire raw materials for both of these elements machine them wash them and then join them you could use friction stir welding for that and you may have to machine the top surface of the welds uh joint to take the marks away and then that component could go to air pressure testing for validation so if it's leak proof it can go into circulation into service so what we're offering with coreflow is the ability to start only with the plate material incorporate the serpentine path using coreflow and if required you might have to machine the the top surface you'll have to install the inlet and up and outlet there is a chance you might need to wash the channel inside so we're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how that whether that is required or not but for most components we foresee that you could go from a raw material into air pressure testing in a single step 嗯这里的话就是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说呃这个呃这个这个 cowflow是如何工作的的好处是什么然后也提到过就是他代替一些 传统的机架工和这个呃这个焊接的这样的呃一个一个一个生产流程 这里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具体的一个产品的实力呃呃然后大家在 左边的这个这个这个流程表上就可以看到这是传统的这个这个产品的 这个产品的加工方式呃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地冷的一个一个板它 是一个冷板呃然后的话他传统机架工的时候的话呃你看到这个板整个是 大概是呃150×130呃厚度的话是5然后他整个的生长过程的话一开始是从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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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板材把它机加工出来底下的这个材料的本身的这个主体 然后的话再机加工出来上面的这个盖板 然后再通过焊接比如说搅拌摩扎焊 把这个上面这个盖板给焊到这个机体上面 然后再利用这个机加工去把这个比较粗糙的焊出来的这个表面给洗掉 然后最后的话再通过这个这个气体压力测试 然后我们的这个当时给客户的解决方案的话 就是右边的这个流程 你可以看到是大大减少了这个整个的生产流程 它实际上就是从一块本身的这个这个这个五毫米厚的这个这个铝板 直接进行这个call flow的技术进行加工 然后的话如果说需要的话 还可以就是对这个外表面进行一些这个机加工 来处理这个外表面的光洁度 然后的话有的时候的话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对这个流到内部进行冲洗 然后最后的话就可以做这个 最终就是出厂前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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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压力的这个测试 所以整个的这个流程是大大减少了 so in terms of material usage if you compare both manufacturing routes and you you by using core flow for this dimension of heat exchanger or cool plate you save 20% of materials usage and that's mainly because you'd no longer need to acquire a lid and you prefer to for that part entirely you can just work with the raw material for the plate and because you no longer have to machine pre machine the lid to fit into the housing or machine the space for the lid you are effectively for this design concept saving 78% of scrap and and that square scrap in this case would be swarf because we're comparing against the machine from solid device and there's also an argument whether the the wire that we form during the process is scrap or not but for most cases it would be it would be scrap um so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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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okay soy这里的话就是说就这个之前我们提到它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这个技术整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在节省材料 当然这个例子是个六千区的柳和金 但是如果是你说更贵的一个材料的话 其实这个材料的节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因素 然后这里这个例子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些这种统计出来的一些数字 你看那个左下角最左边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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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的话 他就是说就这个呃原材料呃来讲的话 他是省了20% 因为你用这个call flow的话你就不需要像一个传统技术里面 这样子你还要去呃专门把这流道机加工出来 然后同时还要专门在机加工一个顶盖 然后你这个底板上面底板上面你还要再加工出来这个顶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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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你的整个原材料其实是比用call flow的情况下多了很多 然后是20%这如果是比较贵重的材料的话 这个20%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一个区别 然后同时呢就是说你呃 传统的这个机加工加焊接的方式 机加工出来掉了很多的这个材料 然后他掉到这个材料的这个废渣 跟这个新型的call flow出来的这一些材料废渣比的话 它实际上是多了 call flow实际上是减少了78% 同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call flow就是 把这个材料掏出来之后形成的这一些私材 引起了很多其他行业的关注 所以说的话就目前来讲的话 有可能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出来的这个废渣材料 实际上有可能它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材料 所以说这个这个这个技术的话 它的潜力就是有可能它的这个 废渣率是相当相当低的 OK 这样 brilliant so that really concludes what we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oday I hope you enjoyed it and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what questions you might have I've seen some activity in the q&a box so we'll just go through those today 谢谢 OK thank you 然后上面的话就是以上的话就是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call flow的这个技术的整体情况 然后的话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就是专门来进行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问答的这个区域里面 问题特别特别多 但是很多的话其实很相像 所以说我们可能把它给就是说 类似的问题给集中起来 然后我们统一问 问叫 然后叫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大部分问题我看都是 中文或者是中英文混在一起的 所以说这个中间我可能需要稍微需要一点时间 提前谢谢大家的耐心 所以我们将来解释一下 我们有很多问题的问题 this this question in China. So, so that's a very relevant question, actually. And then it really touches on the tool design. Because the thickness of the ceiling is related to the cross section of the tool you use. Because basically, if you use a large probe with a large diameter or a long length, you will then influence the area you have to play and how much material you have above the channel to create the ceiling. So it's good to provide examples. So for instance, for the five millimeter thick plate, we got a demonstrator. We got thicknesses of ceiling from one to two millimeters. For the eight millimeter demonstrator, we typically got thicknesses four to five millimeter thick. It's like this. It's like this. It's like this. The top part of the hole in the hole is to be based on the material and the width of the height. that's the one between the two millimeter thick. So for me to choose about the two millimeter thick plate, This is why for the five millimeter thick plate, which is four millimeter thick plate. I think the question had two aspects in terms of the surface roughness on the top surface so we get if you look on this video so we tend to get that stationary shoulder dragging action so most of the ceilings that we produce on the top surface we tend to get a roughness array value of one micron typically because of that dragging action that creates that smooth surface finish and most of our all of our demonstrators you see on these pictures for instance this is all as as finished there wasn't any machining then after the process to provide this finish 然后刚才问题第二部分就是问这个 这个密封部分外表面的这个触操度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触操度的话就是首先的话就是大家现在从整个这个报告里面看到的全部的这个样件 表面的这个这个密封部分都是没有在经过另外打磨的 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之前这个录像里面包括现在正在播的这个录像 它上面的话实际上就是它等于就是相当于用了一个搅拌模三寒技术里面的这种固定轴间的这种方式 所以固定轴间的被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过程中进行一个拖动和对表面的这样的一个拖动和这个压的过程 然后能让这个表面的触操度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刚才的话就是给大家演示的这些例子里面的话 它基本上这个外表面的这个粗糙度在没有在另外加工的情况之下 是可以达到一个就是这个RE这个值的话是可以达到一个微米 越来自探的 J. 苹ố鉴迪 זהей的 J. deix走 ossui. wanted P Thrones J. 过 reached J. anat J. peaceful J. 最其他的 J.美 を 出现 欢迎 J.倪 J. 字幕�� 我们've J. 关 J. 秋 我们识的 J. minds 人 青 統 it might be possible in future. Yeah,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why that question would be popular, and because it's really related to the how it can be used in industry and what type of applications can be used for. Let me explain the question, I forgot. Sure, sure. No problem, so basically the roughness values we got were ver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ype of tools. So if you look, if I go back at some slides, so for instance, a bit before, here. So basically the features on the tool dictate how we extract material, and very much like a milling cutting tool, the type of angles will determine this finish. So we do know that there is potential to get smoother channels. So typically the roughness values we got on the internal surfaces were either one micron on the bottom or in the order of 20 microns on the side walls and the ceiling. So we know that if we change the tool profile, we can actually tailor the roughness or create different roughness values. We also are working with processing techniques to see whether those surfaces can be smoothened after, after core flow. So there are techniques like abrasive flow machining, which is basically flowing an abrasive fluid inside the channel, and that abrasive fluid will erode the asperities and smooth. So there are two fronts of development on that topic. So we're trying to see what we can do at the process stage in tool design to change the roughness, but also we're seeing what type of post-processing techniques can be used if by any means we need better surface finishes, so smoother surface finishes. Thank you, John. Can you go back to the previous slide so I can express it? Yes, yeah. 这个我们很理解大家为什么对这个最感兴趣, 因为这个是正向技术做冷却流道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技术数据, 总体上是这样子, 刚才给大家也看到了一些目前做的一些可以公开的工作上面的一些表面粗糙度的情况, 待会我们到下一个页面, 因为大家再重新给大家提一下这个事情, 总体上讲的话, 就是说内表面粗糙度它的控制或者是改进, 我们主要的话就是目前是用两种方式来进行实现, 第一个办法的话就是来改变搅拌头的设计,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上面有不同的搅拌头的设计, 然后搅拌头的设计的话是直接影响到内表面的粗糙度的, Jell, can we go to the next slide please? 然后刚才在Jell的报告里面的话也提到过, 就是说像外表面刚才我们也提到是一个微米的粗糙度, 就是外表面,内表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底部是比较好的, 然后的话侧面是稍微好一些,稍微差一些, 然后的话相当于盖板或者是密封的部分的内表面是最差的, 然后的话是通过刚才也提到的是通过第一个方式的话就是通过改进搅拌头的设计, 来对内表面粗糙度最终的粗糙度的情况进行一个改善, 然后第二个方法我们现在正在探索的话就是在用一些这种加工后的一个后处理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用这一些,就是一种带有摩擦性质的这种流体放到这个流道里面, 然后通过这个摩擦这个流体来进行一个后表面的一个处理,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发展的两个的主要的方向, 一个就是通过改进搅拌头的这个设计, 另外的话就是用这种后续处理的一些方式来改善这个表面粗糙度。 Okay, thank you Zhou. 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to add on this point, I move to the next one. Sure, I think so, yeah. Okay, so the next one is, well so we mentioned aluminum quite a lot, and then quite a lot of people from thermal management industry, they are interested in copper, so they are asking have we done anything about copper, so I translate this. So I translate this. And then in the next one, 就是说我们现在刚才整个的这个论坛上面提的比较多的材料, 是铝合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整个在热管里上面, 用到比较多的材料是铜还有铜合金,然后在铜合金上面的话, TWI是做了哪一些的事情,或者计划做了哪些事情? Okay, Zhou. Yes, so copper has been a very popular request. I am very proud to say today that we are starting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for a client with copper, or focusing on copper heat exchangers, so we will know quite soon how feasible and mature that application will be. it's mainly leaked to, it's mainly leaked to or linked to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pplications, so having 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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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ing of connectors or or cooling of copper structures, or using copper as a heat sink itself, so trying to cool electronic devices for instance, these are the typical inquiries that we got so far. 这里回答一下大家就是铜材料这一块是我们就是目前很多用户或者会员提的比较多的一个材料, 我们的话是目前实际上是正在进行这一方面的第一项工作, 是给一个客户来做相关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探索, 这个是铜,然后这个相关的应用的话是一个就是电力和发电行业里面, 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跟铜相关的一个设备上面的冷却, 它这个冷却的东西都是要用铜来做这个东西的, 然后的话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热的交换机, 然后的话这个项目的话在接下来的时间的话会进度会比较快, 而且会尽快完成,然后完成之后的话一些能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我们也会跟大家进一步的分享。 OK,Giao, 下一位。 -Yeah,yeah. -。 -I'm just trying to group different things. - Right,so the next one is about the plate or the shifts we are dealing with. So what's this small to sickness that can call flow do is? Is this clear? Yes, I understand what that question means, yeah. OK, I translate this. 然后下一个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说 如果是拿这个技术来做冷板或者是这些管状的这些零件的话 这个call flow能处理的最小的背后是多少? OK, yeah. So the thinnest we've done so far was 5mm thickness for aluminium. We got requests to explore the region of 2-3mm, but also 1mm. So this is an area we're now developing. So we don't have information that we can share at this stage. So basically we are working on thinner, but we can't show yet. The thinnest we can show or results we can show on is 5mm thick for aluminium. OK, sure. OK, thank you. 就这样,目前的话之前我们也不听给大家提, 目前做的比较多的材料的话是铝合金, 所以铝合金做的比较多的也是信息比较多的. 总体上讲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做完并且测试完达到客户要求的, 目前的话铝合金最薄的是5mm厚, 就是整个的这个板是5mm厚. 然后的话同时我们目前还在做更薄的是1-3mm的几个不同的应用, 但这个的话是因为保密原因, 我们暂时没有一些信息分享给大家, 大家见谅, 然后在一些合适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的话, 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特别好. OK,Jiao, shall we move to the next one? Yeah, yeah. I mean,I'm just trying to… Right, so it looks like many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the wire produced by the process. So the question is, well,many people ask this question, but it's relatively general, is can you say a bit more about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 wire? to reduce the buck? Yeah, sure. 然后在下面一个问的特别多的问题是这样, 是说我们刚才的话也介绍到就是在这个Cofferlo的整个过程中, 它这个被排出来的材料形成了一个金属丝的情况, 就是能不能进一步再介绍一下这个金属丝带来的一些潜在的一些机遇。 OK,Jiao. So in terms of wire trials, we've produced different types of wire based on the materials and the geometries we were working on. So,so far we've produced wires of 6000 series with a diameter of 2,3 and 6, and we also produced a wire of 1000 series with 3mm diameter. so basically in terms of microstructure,we were very surprised to see that we also,so here we can see a cross section of a wire segment and here a longitudinal section. so we were surprised to see how dense and solid that microstructure was,so we didn't see why it's within the microstructure. so it's a well extruded material piece as such. and we found an interesting feature as well.so we have,this is more from a microstructure or academic point of view, but we thought we found that the inside of the wire presents these circles and they are related to the way the material is expelled layer by layer out of the tool. so as the as the probe is rotated and it creates these successive layers of material as it as it's being extruded out of the tooling system. and basically,yes,so this is in terms of microstructure what you can expect so a fine grained microstructure because it's a consequence of the dynamic recrystallization. so very similar to the types of microstructures we can see on the ceiling of the channel. we also see them in the wire because they were formed from the same plastic transformation. okay,okay,okay,thank you,joke. okay,thank you. 就是关于这个过程,这个过程生产出来的这一些金属丝,我们已经开始在上面做一些工作,之前也跟大家简单提了一下。 就这里方面给大家看的话就是现在屏幕上这一些就是说有这个里面设计到1000系列的铝合金,还有6000系列的铝合金, 然后这里面的话有不同的这个金属丝的这个直径,然后的话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排号允许的这个情况之下, 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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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材本身的这个化学成分进行的一些微调, 然后的话通过这个技术把这个材料排出来,并且形成这样的金属丝,这样的话达到一些就是定制化的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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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丝, 然后的话得到这个结果是很有意思的。 Jell,can we go to the next slide please? yeah. 然后的话这里的话就是一个6082-T6的一个金属丝的一个结果, 就是从这个call flow里面生产出来的这个金属丝,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左上角还有就是右边这两个就是横截面这些照片, 你看到上面有一些这种这种圆圈形的一些图案, 这个图案的话实际上就是就是因为的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搅拌加工的过程中, 这个材料被一点点挤出来,然后形成了一个这种这种端造的过程, 把它的这个丝给做起来,像它这个丝的话, 它是6毫米的这个直径,像很多这个铝合金的这个丝, 特别是这个直径比较大的这个汉丝里面, 它里面的话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孔隙, 然后像这个丝做出来就是我们这是比较初步的一个研究, 它说的这个结果的话整个的这个汉丝这个材料是比较致命, 然后的话它也有很明显的很多很多这些比较细的这些经历, 所以说这个这个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这个这个情况, 然后都把这一块的工作的话, 我们也是在一直往下做, 特别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一些一些材料, 比如说一些高层度的这个铝合金, 含磁, 平常在生产的时候经常会有很严重很严重的污染, 以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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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隙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技术来对它这个这个这个情况进行一些改善。 OK, John. Right, shall we go to the next one? Sure, sure. I'm trying to see which which ones are they? Yeah, because we have so many questions. I just quickly say a few words to other people. 是这样,各位,我们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说我们尽量先回答一些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所以说如果说您的问题的话, 没有被及时回答到,请您多谅解。 我们会后会继续跟您这个这个跟踪这个事情, 请大家谅解一下。 Jell, what I said was is that we had so many questions there, many of them are quite similar, so I'm trying to pick up the ones asked by most people first, and then the rest of the questions we can follow up later. Yeah, sure. Right, so the next popular question is about electric car applications. So do you have more information showing the existing application or potentials for applications in electric car industry? Yeah, sure. 下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有很多 跟这个汽车行业相关的一些朋友提出来的问题, 就是说针对这个电动车行业 这个生产的这些应用。 这项技术的话,目前有什么应用, 或者是将来有什么一些应用的前景。 Okay, Jao. So I added some slides at the end of the presentation in case we came across questions like this, because again it's quite an active area of the market for us. So in terms of electric vehicle thermal management, cars basically, one manufacturer once told me that electric cars are basically batteries and radiators and motors. and basically there are now thermal management devices inside the battery parts, inside the power electronics and inside the electric motors that actually run the car. And typically you have a motor per wheel or a motor by sets of two wheels. So it's probably best if you translate this bit now. like the front press. Yes, this is the problem. because the electric car industry is just a very popular are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It's a very popular area. It's just a good thing. It's a good thing. It's just a good thing. in the traditional way, that the electric car industry is in the electric car industry is a very popular technology. And in the current way, just the cost-effective way, it's the main area of the main area. In general, it's the main area of the electric car industry. The main area of the electric car industry is the main area of the main area of the main vehicle. For example, the electric vehicle. And the electric vehicle. And the main vehicle. And the main vehicle. And the main vehicle. The main vehicle. The main vehicle. So basically, battery packs or battery containers currently, they have to have a series of pipes going through them so that you can prevent these batteries from heating too much. and so as you as you charge the car and as you release the energy wine when the car is running that transfer of electricity from from you from one unit to the other releases heat due to joule effects so that's physics you can't get away from that and basically overheating is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limiting the performance of current battery technology so if we find ways of cooling car more efficiently you can actually get performance gains without having to change the battery chemistry which is one of the bottle or one of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dustry now 就是要这一块最流行的最最主要的一些目前的这个应用兴趣的范围 应用兴趣的这个这个来源主要就是这个这个电池包包这一块就是电池的话 就是总体上讲的话就是电池过热是导致这个整个这个这个车的性能的设计 或者是也限制了这个整个这个电池系统供电系统的这个这个设计或者是发展 然后的话这个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这个这个高温是来自于这个车在充电的时候啊 以及在车的运行的时候所以说的话这个一般情况讲这个电动车上面的这个这个电池供电系统上面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冷却设施的然后Coreflow的话就在这一些冷却设设计上面是有很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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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so basically these battery packs they have to have these cooling networks that are just needed for cooling so what we're currently considering is whether we can use core flow to incorporate cooling channels within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of the battery tray so that we can completely eliminate those pipes or or just add more thermal management functionality by incorporating more networks such keeping the pipes but adding more networks to the structure around 交流性能跟沟槽以及一些管道来负责凿同的情况 然后call flow目前core flow的话 我们的汽车车行业客户主要的兴趣点是在于 他也在有一些地方 或者是在整个电池组装键上面 就把这些 Already done 寄加工流道或者是一些 这些管道 Four 用高 flow来代替,或者就是说在两者相结合利用高 flow来更加增加这个散热的效果。 OK,这样。 And the other area, just to finalize on this topic, so is the electric motor. So electric motors have casings to protect the winding copper systems, and these motors currently are either air-cooled or liquid-cooled. They are also cast or made from extrusion, and they're made from aluminium so that you can reduce the weight of the car instead of using other materials like steel or cast iron, in particular of electric cars. So basically we're considering whether you can work with these cylindrical shapes, very much like the tubular demonstrator we've seen earlier, to incorporate the cooling network on the on the casing of the electric motor. And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service, we're also working with a lot of customers in the company, is the battery system of the battery system. You can see from the picture on the right side, the battery system of the battery system, And then the battery system of steel and cooling. And then the battery system, we're working with many companies, and also the battery system of this case, the battery system of this battery system. And then the battery system of this battery system. So we have some paint, and that's got it behind the control system. And then again, there's a good power onto this machine, 就是像管状的螺旋上面有螺旋形状的流道的那种方法 来代替这个东西 第一的话就是说来满足它散热的要求 甚至超过它散热的要求 同时更重要的就是把整个设计简化 然后另外的话是用铝合金这样一个比较轻的材料 来代替这些传统的比较重的材料 因为特别是电动车这个行业 它对整体车身的重量的要求是十分高的 它是希望减重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技术发展方向 和一个目标 Right Jo, so I guess Yeah, that's very good We are still having many questions So I will try my best to go through them as quickly as possible So we move to the next one, Jo I'm just trying to find out which All right,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one Quite a few people ask as well So compared to the conventional frequency of weld what do the properties and the microstructures of the ceiling or the joint between the ceiling and the parent material look like I think I have a few more slides that show that in detail So I'll just That's quite nice That's quite nice That's quite nice Sure, so here on this slide we can see some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microstructural regions you would see So here detail A for instance So this is a 6082 T6 rolled plate So you have very pronounced anisotropic grain structure from rolling And basically all of that gets erased or replaced where the tool action has occurred more severely So if we look for instance detail B is an interesting one because it's the center of the roof of the channel So you can see a fine grain structure And that's as we mentioned earlier It's a product of the dynamic recrystallization So for those who are metallurgists So the dynamic recrystallization is when you combine heat and plastic deformation and the grain structure of the material reaches a state where it can reorientate itself and nucleate new grains And they'll eventually replace the previous microstructure And because it's a relatively cool process Those grains tend to cool down and stay with the fine grain size instead of growing to a bigger size So they tend to get that mesh-like appearance And then you can also see that that grain structure surrounds the channel entirely So if you see detail F, detail E and detail C These are the sealing and the retreating and the advancing side of the channel And I also see the transition from laminar into that fully recrystallized structure So you can see the thermomechanically affected zone And before that the heat affects the zone Where the, for instance, you can see it better from below the bottom of the channel Where you can see those precipitates just growing a bit more And this is linked to the heat exposure So although it's low heat We do heat the material And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Because it's a heat-treatable alloy We did see a change in strength locally Because we process this material in T6 condition And I'll just let Lay translate this bit And then I'll show you some hardness measurements later Okay, sure Joe, could you remind me if the material is 60, 82? T6, yes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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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I'll miss that one And here, there is a example This is a example We've mentioned before We've mentioned a lot of this The 6082-T6 It's a lot of the material And then you can see In different places We've given out this This is a kind of 宏观 of the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 structure of the You can see The structur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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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它整体上讲的虽然是个相对的这种低温的固态 固态加工的一个过程 但是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热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工艺的期间 你需要达到一些生产效率 以及这个过程稳定性的一些平衡 所以说同时有可能会对一些最终形成这些组织 可能会有一些好的影响 但是像这种材料的话 像这个系列的材料的话 它是可以做热处理的 所以我们也在做研究就是 可以用热处理来进一步的话 去加强或者是改善它这个组织结构 以及相关的这一些机械性能 所以在这些组织的转据 有一个影响的固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在T6的材料 所以原本的硬度是100至110 Vickers 它们的硬度是10个硬度 所以我们看到了 几乎的硬度是1个硬度 在热处理的硬度 在热处理的硬度 在热处理的硬度上 它们的硬度上 有些过程度上 有些过程度上 and in in the material so as we increase the travel speed as you know if you for those of you who asked from a friction stir welding perspective you know that if you increase your travel speed you will reduce that over aging action in heat treatable alloys so if they're the six thousand series the seven or the two thousand series you tend to see this effect if you process them in a t4 condition you don't tend to get that that effect anymore and but in that in those cases people tend to artificially age the materials afterwards as well so to reach the full maximum strength after welding or after the fabrication for five thousand series you don't tend to see that heat affected a region as much because those are work hard and alloys so you they are they won't suffer over aging such and hold on to your hands up to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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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re is some kind of 第六的这个材料 它的话是因为这个焊接的 也不是焊接 就是这个搅拌摩擦加工的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材料是进行了一定的软化 然后对于这一些可以通过这个热处理的 这个改善性能的这一些铝合金的话 它是可以通过这个后续的热处理 来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进行一些改善 然后的话像5000系列这样一些 就是不能进行热处理的话 它本身的这个软化程度也没有这么严重 所以说的话就是说 也是根据这个材料的具体情况 OK 这样 right shall we go to the next one yeah more to say right the next one I think you briefly mentioned that actually in t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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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entation but it looks like people are quite interested in knowing more details about them the question is what kind of machines have call flow applied on so that's a question so any more details we can show I probably translate this to everyone 所以下一个比较 大家问的特别多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过 就是说 用 call flow的设备本身 是基本上就是 搅拌磨三汗的设备 然后的话就是说 在整个工业应用 或者产业化的情况之下 我们做了哪一些工作 就是说 有哪一些就是 我们把这个新技术 用在哪一些的这种 这种设备平台上面 然后有没有更多的一些信息 OK 加油 所以就去 就去到达了 more on that particular topic 所以 the equipments we've tested on were gantry type machines so that means they have a structural gantry system where you have two pillars typically on the bridge and you need a rotating spindle unit so that's what we can see here over the operator so you have one spindle and you have a second spindle so this particular machine has two spindles because of tha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so in practice you only need a structure to move the spindle throughout the component and and you need and and you need the tool to perform the actual operation so because a rotating action will then be converted into mechanical energy and friction energy by the tool that you put on the tip of the spindle so based on those assumptions so structural body to move the spindle and the spindle we are now developing solutions for robotic arm we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on doing friction stir welding using a robot arm so we're now seeing what that what process control and what deflection control needs to be in place to keep the robot in place so robots are not stiff as a gantry type machine typically well you have bigger robots of course that would be stiffer but normally the most most of the robots in the market will be less stiff and as such they'll suffer more deflection so this is something we're working on now to see what deflection control needs to be in place and then in terms of going from a friction stir welding machine which you can see here on the left to a milling machine that is stiff enough to perform the process so it's a question of giving that stationary shoulder capability to a spindle that's existing in the market so these are the two new areas of work at the moment we'll have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months to come as we develop projects for clients so but these are the the main roadmap and if if there are other machines you would like to consider we're happy to explore but at the moment we're working on gantry type and robotic arm systems ok thank you Gio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n the front actually it is is very similar to 大家可以从左边的这个图片上看到的 实际上你需要的就是 就是要用这个技术的话 你实际上这个设备本身就是 两个因素 两个主要因素 一个因素的话 就是你要有一个大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机构 来就足够的刚度 足够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实力的这个 这个这个能力 然后的话就是来做这个 这个旋转摩擦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动作 同时的话当然你还有这个整个 就是摩擦搅拌这一套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搅拌头的这个这个整套的 这样的设备 所以基本上的话就是 你有一个大的这种 这种比如照片里面的话 就是一个航车机构 上面带了一个搅拌摩擦的 这个这个搅拌头 然后的话来实现这个 整个这个搅拌摩擦 加工的这个工业 这就因此为什么 现在很多这个 就是已经现有的这一些 这种这种航车机构 结构的这种搅拌摩擦设备 它是直接可以来做这个技术的 你看这个照片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有两套的 这个搅拌头 因为这个 因为根据这个客户的要求的话 它是要同时在一块大板上面 做好几个这个流道 同时在上面同时进行的 然后的话 之前的话 就要在整个报告里面 其实也提到过 就是说还有两个很大的方向 就是目前大部分客户 要求我们就是来进行 探索研究的 一个的话就是用 就是用这种工业机器人 然后工业机器人的话 虽然他整体上讲 他的整个这个刚度 或者是这个实力的这个能力 是不如这种传统的这种航车结构 航架结构的这种这些设备 但是他的好处在于的就是 他很善于做一些很复杂的一些编程 然后的话有一些小批量 比较较复杂的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零件的话 他在上面进行这个流道加工 他用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优势 而且而且相对来讲的话 他的自动化程度也会比较高 品质体积也比较小 这是机器人这一块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大的领域 其实之前也提到过了 就是说的话 就是这种传统的这种 输控加工中心 比如说像这照片里面 就是一个洗床 然后就是如何用这个技术 就是用这种设备为平台 把这个call flow 给实现在这个实际的产品上面 他这个的话就是 就是主要原因的就是因为 有很多客户目前就是希望的 就是在小批量生产一些 比较特殊的一些零件的话 他不需要再专门购计一台 很大的这个航架机构的一个设备 或者是一个 一个这种大的这种 这种这种重载机器人 他就可以在现有的这种 可以替换这个工具的这一些 输控加工中心上面 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这两个的话是我们就是 做的目前工业化上面 做的比较多的两个方向 然后的话 目前我们没有更多的信息给您看 但是目前我们有 有相关的项目正在进行 所以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可能有更多的这种实际应用案例 或者是工业化应用的一些案例 分享给大家 OK,Jiao We still got many questions I probably just pick up one more and then let's see how it goes and then if we finish very quickly we probably go to the next one otherwise there are too many questions Yeah,yeah,yeah OK,so the next one I'm just trying to find out which one is the right OK,so the next one asked by many people is we kept saying this is a good alternative to conventional methods but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new options in the market as well but anyway to any existing or future alternatives or existing methods or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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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things and so how does the cost of call flow compare to them so that's a so that's a very relevant question yeah I translate this to everyone yeah,yeah 然后咱们下一个就是说 咱们现在时间 时间时间比较紧 然后问题真的 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说的话 再次给各位道歉 有些地方如果说 刚才回答的没有覆盖到您问的问题的话 我们这里表示歉意 我们后续再跟进 因为问题真的是太多了 然后下面一个很多人问的就是 因为这个新技术 他想把这个新技术带到这个 他现有的生产或者将来生产中去 技术上面的话 之前也提到了很多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特别提到了这个 这个技术本身的这个花费 因为这是工艺应用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点 所以说的话就是跟传统的生产工艺比的话 这个技术究竟是带来了多少的这个 生产程面上面的这个节省 OK 教 所以它 depends what you compare it to so I would say from research the market and the industry the main the main ways of making these devices if you talk about thermal management of course because there are applications beyond that but if you talk about casting the main value is that we are in we have the option to divert away from investment casting which is quite a costly process and and basically it's your if you have to have a die per part and that's quite that's quite an expensive solution and if you are able to use a standard body and then incorporate networks for cooling or redesign the product so that it can be made using core flow and that that can offer several savings in terms of actual the running costs of casting but also how you manage a casting line of several dyes and so in terms of comparing for instance a lot of people use extruded parts to make so extrusion is a very cost effective way of making continuous lengths as you know so core flow will only be able to offer either the ability to work on an extrusion to increase the complexity because extrusion can make straight channels but if you need serpentine paths with curves that's not something extrusion can do so you would have to weld components at the end of the extrusion to create that circulation between extrusion and and this is something we could work so if you have extrusion we can then create the serpentine off the on the extrusion instead of having to extrude the profile with the the thermal management network and then welding the ends compared to I think the main saving is compared to welding and brazing solutions because when you need to weld a pipe to a structure or braze a pipe to a structure those costs become substantially higher and also the non-destructive testing aspect needs to be involved as well so if you have a technology that can create and embed these aspects into the component you are erasing welding and you are erasing non-destructive testing potentially from your manufacturing flow there will always be things that we can't do so fine fine geometry so sub micron or one millimeter thickness so there are components due to the complexity or the thickness it will always be more cost effective to make using casting 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if you considering powder powder based processes but basically it's it's more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type of product the numbers in production and then what how you're currently making it because we can then advise whether it's a sensible solution to consider core flow or whether what you have might already be the most competitive way of making your products ok ok thank you gil uh just 整个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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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 在这个 呃 生产成本上的 节约的话 其实是一个 需要看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呃 一个 一个 一个背景 就是不光是一个 制造成本上面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对比 其实它主要的话 就是之前也提到过 它的主要的优势 你这个整个的实际上 是总 整个这个产品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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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周期里面 其实是达到了一个 呃 比较好的 一个 这个设计 之前也不停的提到 这项技术的话 可以让很多这些 呃 这些比较复杂的 这种 这些 这些管道 或者管道 管束结构 呃 被简化成这样的 流道技术 然后的话 一些传统的一些 流道制造的话 呃 可以用这个技术 在一些 很复杂的形状 比如说表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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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度 然后整个这种管状啊 或者是一些形状不停 壁后不停的发生 变化的一些材料上面 来实现这个这个冷却流道 流道的这个这个这个 加工 然后的话 在这个 所以说在设计上面的话 呃 就让整个的这个呃 这个产品或者是构建的 这个形状 大大简单 然后的话 减低了很多的这个设计 和这个除息设计的这个 验证成本 然后同时在制造 这一块的话呃 可能最比较比较 比较直接的对比的话 可能就传统的这一些 用机加工 然后再用这个传统的焊接 或者是迁焊 把这个这个 这个不同的这个零件 呃 呃 组装在一起 然后形成这个流道 但这个技术的话 就是之前我们也不停的提的 它可以说是让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大简化 直接在这个板材 或者是管材 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 这个机材上面进行 呃这个加工 然后的话 整个这个加工成本 下降 然后同时的话 因为它不涉及到很复杂的一些 这一些 焊接的一些接头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呃这个加工手段 呃 它的整个的这一些 在这个就是 生产之后的这个质检这一块 呃 也大大简化了 比如说在无损摊商这一块 它的整个无损摊商的这个方式 就会比这个 带有焊接的 要容易很多 所以说在这个 后期的这个质检方面 也会是造成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成本上面的节省 所以说的话 整个就是以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范围 来看这个 技术的在这个 呃 经济上面的这个 好处的话 实际上它带来的优势是 呃 比较明显的 嗯 嗯 嗯 yes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questions 啊 it sounds like we've managed to 呃 get get some ideas going so uh yeah we look forward to getting contact with you just to see how we can take this forward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okay thank you jell 呃 是这样 呃 我们现在剩下的问题 还是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就时间上面的话 今天是不可能全部可以 呃 回答完的 呃 然后的话 就是大家在注册的时候 不是留了联系方式 嘛 我们也尽量就是 通过这个联系方式 对大家的问题 进行后续的这个跟踪 然后会员单位的话 本来也就很熟悉我们 也跟我们有很多这个联系 呃 咱们可以再 呃 安排这个其他的会议 来进一步的就是 沟通 然后的话 您直接联系 我们英国部分也可以 也可以直接联系 我们北京办公室的 两位业务经理 孙穿山 呃 或者吴坚 会员单位的话 你们本身就是有一个 他们两个其中一个 是专门跟您对接的 你可以直接通过他们来 呃 跟我们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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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十分十分感谢 大家花了这么长时间 呃 来参与我们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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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呃 呃 通过这个会议 有所收获 我们也期待就是 和大家进一步的合作 一块把这个技术给 推向这个工业界 让这个工业界呃 实实在在得到这个 技术发展的这个 这个好处 呃 然后今天的话 因为时间原因 我们就到此呃 结束这个线上会议 然后也希望这个全球的疫情 呃 尽快结束 我们有机会去国内 拜访大家 也欢迎大家来英国呃 呃 呃 访问我们 呃 然后今天的会议的话 就到这里 然后大家都呃 都保重 希望大家都平安 然后咱们保持联系 那好的 我们今天就这样 谢谢大家 OK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right Thank you Cheers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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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ou Bye